那个时候你们拍戏这几次都相处得很愉快吧 对 熟都不能再熟了 这种当中大伙相处得非常好 不过那会儿刘涛同学就是 还挺单纯的 那会儿还毕竟年轻嘛 这话就现在不单纯 你现在叫成熟 叫成熟 真的我是看到他变成熟的 我觉得 就是最近这19年拍戏的时候 一看 完了上来就告诉我他有儿子了 当时我大吃一惊 什么时候的事这是 我刚刚刚刚那会儿两岁吧 那会儿已经两岁了 一岁多 一岁多好两岁 完了那会儿就啥的话题都没了 全是他儿子 出来的话题就是他儿子 你给你儿子已经很大了吧 对我儿子已经工作两年了 现在你看好快啊 对他刚生老来则子 我当时我说不是不要孩子吗 怎么突然是这小疯了 我听到儿子的时候 你记得当时拍那个十三强的传人 我就拍你 你去探班吧 那边到周末 曾小新看 曾小新导演 对对对 还那么点是吧 也就是三 也就是三四岁 不会大了那儿是吧 现在已经是人艺舞台上的这个 对啊 年轻演员了 你儿子演戏了 对他电影学院毕业之后 那个考上北京人艺 哎呀 现在演化剧 多好啊 这也是这个 就是继承了你的衣帛呀 太好了 你这算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他还遥远 他还遥远 谁让他那么帅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